因為你所有的拔你可以寫成拔等於 用這個叫什麼? 對,二級,這個叫多級展開 多級展開嗎?對 這個叫2Po,Dipo 每一個Po都可以寫成這樣,對不對? 所有的拔都可以寫成這樣,那所有的2Po都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2Po,4級,8級都可以寫成這樣? 不行,4級不可以寫成這樣,4級 因為你現在已經知道你的解是有軸對稱 那有軸對稱,而且又是有Lapartian等於0的這個條件 那任何一個Lapartian等於0的那個Potential的解能 都可以做多級展開 那多級展開,唯一就有9多級 它有它的球對稱 可是當你的這邊不是Row的時候,那這邊一定是0 那意思是說,如果你這邊是0的話 那這個一定是0,然後第一下一定是從2Po,然後4Po,然後8Po,然後16Po 那這些都不是軸對稱的 所以這些解我們都不要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二級展開是什麼呢? 二級展開就是從 然後,你現在是Q嘛,然後這邊整個是D,那這邊是Q,那這邊是負的 那我們現在,假設它這邊長度是ETA,那這邊是ETA真 這比較長,然後這比較短,然後這比較短 那這裡剛剛是ETA,就是你的天丁角的ETA 那現在Potential怎麼算? 就是四拍一分之一 然後,你的Potential會等於四拍一分之一 就是ETA真加ETA 你已經減掉ETA真 我想一下,你正正的話 就是從無限遠壓到這邊,你要一直給它力 一直給它力,一直給它力 也就是說,你的力會跑到Potential裡面去 所以它Potential也是正的 所以是正的 然後反過來這個負的還是負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用餘圈地理去轉開 所以,其實四拍一分之一 因為到時候會吸到這個P進去 好,那 現在你會有兩個解 第一個是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ETA平方 加上二分之D平方 加上二分之D 我們把這個視為二D好,比較好算 所以說你現在diple的會是這個 會是這個 會是這個 所以,現在變成D平方 然後,減掉2etaPcosD 然後,開根號碼 就負的二分之一 然後,同力下面是一樣 唯一差別就是這邊感到正 然後,一樣是負的二分之一 那現在我們來做一個 做一個,把這個 把,因為你發現到說 它基本上會跟值跟這個ETA有關 所以ETA是決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ETA提出來 那ETA提出來之後 就把這個提出來 那我們現在定義 ETA分成D等於X 那你會發現X非常非常小 因為當你ETA goes to infinity的時候 D是不變的 而且D本來就要收到五線線 所以無論怎麼樣 X都會越來越小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以直接把它做展開 變成4Pi分之一eta ETA先提出來 然後因為都在樓下 所以就提出來 那這邊就變成 第一個是 1加X平方 -2Xcos 另外一個是 加2Xcos 一樣是負二分之一 那接著我們再取到第一項 會是什麼 首先前面這個 你這個展開會變成什麼 1-2分之一 然後點點點 裡面這兩塊東西 那這個點點點會跟這個點點點消掉 但是你注意到 現在這邊也都有減法 所以 減法跟加法 減法跟加法 所以這兩個的效應會是 都不會抵消 但是這兩個 一個是加法 一個是減法 而且套一樣 所以這兩個會抵消 所以最後只剩下2XC 2XC 和加是多少 4XC 所以是4XC 那現在我們要決定正乎好 這邊是負二分之一 然後這邊也是負的 負負的正 所以是正的 那 和起來就是4XC 然後跟這個4消掉 那其實這個 系數公分就不重要 因為 到時候會吸到這個 那這邊 會是eta 然後X是什麼 eta分之一 所以這邊還是4P 4PiS分之 直接寫好 4PiE分之一 然後右邊會變這個 然後2DC會等於什麼 等於P 1 2C 那喝起來就是2Pi分之eta 平方分之 cosD 所以 你的θ 解決就是 2Pi分之 2Pi分之 因為這只是斬相 可以斬得很像 這是第二項 對,我就可以一直斬一直斬 一直斬 你說這個 因為它會不見 後面的項都會 太小 後面的項是太小,不是不見的,是很小而已。 當你取極限的時候,會死掉。 對,所以這一項DOM,後面還是有項。 後面有些不會殺掉,但是沒有。 可是我發現問題是為什麼一定要,他怎麼知道? 這個假設是diple,這個東西是diple。 對,你現在的假設是什麼? 假設2DQ等於定值,等於定值,定值是什麼? 這個是定值,所以你到時候在做趨近的時候,有些東西它會趨近於0。 但是如果只有這個假設的話,只有這個像它不會趨近於0,當你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這個到0,然後這個到無線0,只有前面第一,就是你有算的這個像會不是0,後面都會趨近於0。 因為這個,所以我們只要算第一像就好了。 那這個東西就只是一個傳說。 那這個東西的方向決定了那個z走在哪? 就是你的diple的方向。 所以,它會等於口在地坦除以eta比方。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我們要把解擦掉。 沒關係,它還一模一樣。 好,那這個東西會等於a dot。 這個會等於r2分之1負1,然後r。 你就是r的負2分之1嗎? 還有rHead。 OK,那負2分之1要掉出來。 首先先掉出來,然後變成負2分之3,對不對? 蛤? 我說你要做這個軌典的。 軌典不是r是負1次方,所以變成r負2吧。 我說錯了。 我說錯了。 那個r是,我忘了那個動詞平方的。 你看,你說也對。 就是,你是等於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先開根號。 開根號裡面的東西要乘負2分之1。 那,a,所以說你就等於fascial i,ei,然後作用在r分之1。 那我們現在這個分項也算出來。 那就等於a,i,然後fascial i,r分之1。 那,這個會是什麼呢? 這個就會等於,這會等於,要用r來算好。 好,那就r來算好了。 就可以r平方分之負1。 然後,fascial r,fascial xi。 然後再加起來。 那這個東西又是什麼? r是不是就是等於,所以它就等於,2分之1。 然後這邊是2分之負1。 然後2x。 然後2x。 2和2小掉。 這邊。 a,i。 然後r3次方分之負1。 分之r。 就是這個下量的,對下一個分量。 然後這裡面就是單位下量嘛。 所以就變成r平方。 好,這個東西再處理其中一個r,變成單位下量。 然後再跟它做那一集。 嗯。 就變成這一個。 嗯。 然後,r被進走一個。 所以,這樣這個。 所以,所有diple都可以寫成立方法。 好啊。 好。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可以把file寫成立方法。 很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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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偷襲。 這太神了啊。 怎麼想到的啊。 為什麼? 為什麼央虎的diple很奇怪? 因為它是總對稱的。 其他,其他解架也許都不會。 嗯。 總對稱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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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就是diple。 你們把電池學,竟然在流離滴選裡面。 通通都有用。 好,那。 好,那。 現在我們。 用我們的邊緻條件,就是v.n等於v.n等於v.n。 這個邊緻條件。 那。 然後,你就可以非常快樂的猜它的那個解。 什麼時候,才會是解。 就是,phi等於f。 因為這個東西等於0嘛。 所以就把它先解。 然後。 phi會等於5x。 它甚至不用去解那個方式。 這個。 這個東西,它會說它有點連。 A dot n。 所以要。 然後。 然後。 負。 負的A dot n。 所以要。 然後接著,這是你唯一需要用到的那個。 為什麼我們沒有用到,在無線的時候,已經已經能那一條。 因為已經包含在這個。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用到這個。 我們已經拆出這個解。 拆出這個解。 然後,我們只需要用到這個。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 A dot n 除以rp等於phi。 phi是等於a dot n。 那現在phi應該要是什麼呢? 他寫法好奇怪。 他就說。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得出。 A等於r三次方式2。 就是你要猜出它的解形式。 已經知道它長這樣。 那你現在一猜。 你現在就要猜,那就猜它是A就等於u。 為什麼? 啊,我懂了。 因為A代表的是什麼? A代表是軸對稱,那個軸在哪裡? 所以A一定正比於u。 所以A一定正比於u。 A一定正比於u。 嗯,好啦。 而且他一定反正這樣子。 A就只是一個custom vector。 所以我們只要求順個常數也好。 A就正比於u。 我們就正比於alphau。 可以phi等於u。 alphau,等於3r,等於3r。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只要求常數這樣。 而且phi是自己的。 那我們就把它對r去做為分。 那我們現在只要求r那個方向的量。 直接對r那個去做為分。 所以他就等於alphau。 ucoslnr。 那做為分之後會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直接用電場去算。 所以alphaucoslnr3次方。 這個要等於b.n。 那那邊這條件。 欸,等一下。 他確實是正比。 那他是怎麼求出來呢? 求出來那個phi。 phi是等於r。 對啊,這樣。 他說他可以直接求出來那個a等於。 r3次方。 問題是他怎麼求出來的。 喔,我懂了。 你就直接帶路這個邊緻條件。 v.n就等於r3次方。 而且他也要等於u度n。 那u度n就等於ucoslnr。 好啦,那你就可以解釋了。 然後這個是在r的地方。 超簡單的。 這個你確定吧,這邊這個嘛。 嗯。 然後你現在帶r等於r3次方的時候。 所以就把這個再改成r3次方。 然後會等於這個。 然後就把這個兩個消掉。 就等於r3次方。 然後除以。 誒,我這邊是不是哪裏寫錯? 嗯。 好,u度n。 沒有,我沒有寫錯。 r法就是這樣。 所以r法就等於 2分之1r3次方。 對,那就是-2,所以 2分之1r3次方。 然後帶進去。 帶進去。 就等到這一個。 那我們就等到r5了。 好,一模一樣。 好,這是神采。 神采提法。 這太難了。 一般人都能做。 但是這個方法只能在, 第一個它具有軸對稱。 軸對稱。 所以拖球形轉讓它那個, 它往前跑。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但是, 可以嗎? 我想一下,我試考一下。 但是你的邊界條件就很好。 對,邊界條件不會那麼好看。 所以,你就算解出來,它是長這個樣子。 也不一定可以。 我其實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一定可以寫什麼樣子。 雖然直觀上可能。 好,那如果是拖球形狀的話, 它雖然有軸對稱。 但是邊界條件很奇怪。 所以你沒辦法猜出, 它就是, 它就是, A就會正比U。 A可能是, 但是A如果是正比U, 那是拖球到底怎麼可以做。 它好像有寫, 就是在其他書有拖球可以做。 我不確定。 我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樣, 我到時候去看一下。 好, 那, 那我們現在來猜一下, 它解的形狀還是怎樣。 我說那個V的形狀。 Velocity的形狀, 你覺得大哥怎樣? Velocity的形狀? 嗯。 它不是就, 就繞過去了嗎? 它應該是, 你往前跑吧, 所以, 就等於。 你整個水流會被它帶動嘛, 對不對? 所以, 會晚上跑。 欸, 是嗎? 是帶動還是? 嗯, 我示範一下。 欸, 你, 講到你, 用剛才的想法, 就是在無限遠的, 就是負U。 那, 反過來說, 在這邊就是小小的負U。 所以你弄回去的話, 無限遠的, 這邊應該是小小的, 小小的正, 然後在無限遠的地方, 那個整顆, 整個水流都會被那個球帶動。 整個水流都會被球帶動。 然後呢, 我看一下, 它有沒有導那個, 球受到的阻力縮小。 我覺得是0啊。 對啊, 可是這很奇怪啊, 這是一個paradopt。 5解出來了, 然後V也解出來了, 那我只要把V插起來, 超小, V就等你了。 好, 3,4,8, 1,2, 這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搞出來的? 因為它是跑的音樂譜喔。 那現實中我都沒有這種東西。 呵呵呵。 那你認為中不會是0啊。 因為有Viscosity。 因為有Viscosity。 Viscosity會破壞在對陣性嗎? 不會,不會破壞在對陣性。 欸, 邊界條件才會破壞在對陣性, Viscosity不會。 那種Viscosity, 原本是0, 然後有Viscosity這種Viscosity。 我們下次會解, Viscosity的時候, 會多一個North Viscosity。 你說邊界的速度是0。 邊界的切, 切速度是0。 切向速度是0。 切跟反而是0。 切跟反而是0。 對。 Boundary layer。 Boundary layer。 我們解的是特解, Viscosity解出來是特解, 所以不會有混沌的情形。 但是實際上那個球, 它本身是有可能會有很複雜的渦旋。 如果你的雷諾速, 雷諾速它是跟三個東西有關。 第一個是你的速度, 第二個是你的黏性。 還有一個是你的特徵長度。 對,特徵長度。 特徵長度是比較難講, 就是你的物體的大小。 大小。 你如果在平方球裡面游泳, 那你的特徵長度就跟你的分子差不多。 那你在水裡游泳, 跟平方球裡游泳, 一定差很多。 你在乒乓球裡游泳, 隨便動一下, 那乒乓球就停了。 它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混沌。 太黏的時候, 那個黏性很快就會把所有的勞動都弄掉。 嗯哼, 水。 嗯, 那, 如果你那個, 在水裡的話, 那水, 水跟甘油也差很多。 甘油就很黏, 而且很稠。 但是黏跟稠,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關係。 稠是代表它很重, 很難。 它黏是代表它那個, 插過去的時候, 受到很大的那個阻力。 那, 現在, 現在你這個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解, 整個怎麼樣子。 不畫圖, 不做那個數值, 好像有點難做出這個解。 我想想, 我們把它用坐標寫出來。 對方, 你現在已經知道它是一個diple的解了嗎? 那diple的那個形狀, 你可不可以幫我查一下那個diple的那個形狀? d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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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形狀? 就那個, 等位線的形狀。 你應該有, 手機有網路。 我已經夾了, 我沒有, 所以, 在講, 在講50分鐘, 我沒有。 就, 就把這個講完而已。 久一點要走, 沒有。 好, 再加5分鐘。 就把這個圖畫好了。 但是, 我想想, 可不可以直接寫出來。 這個東西就能用。 就長這樣啊, 就跟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一模一樣。 哦, 對, 你是, 從正電出發, 拿到固定。 就是, 就是有限的那個diple。 當你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它會變這樣。 多少一模一樣啊? 這個是普通的diple。 然後, 靠近你的話, 它這個會縮在一點, 在這邊這樣。 然後, 蝴蝶這樣。 那, 這件事情, 如果換成vector的語言的話, 會怎麼樣呢? 因為你這個只是, 等位線嘛。 那, 你的vector, 就是你的gradient, 一定是, 垂直與那個等位線。 所以, 它一定是, 這樣出去。 好, Toni呢, 這個東西, 它也是這樣。 所以你這個, 你的那個流線, 流線是跟那個等位線是垂直的。 所以, 這樣子, 一定是進來的。 因為你整體上面都是, 往上流的。 一個球往上跑, 它整體上, 會把它帶上去。 所以說你現在, 你的, 立的那個線, 已經是怎樣。 那, 我們試試看, 把這個用幾座標準桿。 這個n的話就是, 就是, R的那個方向。 好像, 不太有喜好。 好, 那就這樣了。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 好, 那我們看極限形形好了。 極限形形的時候, 這個都會變0, 然後, 好啦, 我們, 你不只, 實際做計算, 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 大概就長這樣。 好, 所以說, 如果你把它換成球的話, 這球的外面, 它會長這樣。 它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這邊是進去嘛, 它一定要繞, 這邊一定要平著, 才繞出來。 所以你的, 流線應該長這樣。 那這邊就是, 讓你的球往前跑多少。 有什麼道理? 就跟我們這個電池圈裡面, 類比是一樣的。 所以說, 我們會說電池圈裡面的, 就是, 摘挖著。 摘。 有沒有辦法, 你在電池圈裡面的技術呢? 完全造方。 幾乎啦。 你那個, 我們剛才用的那個, 求可, 那個是叫什麼? 是根據你在phi, 在邊界的地方, 是0。 就是所謂的, 應該是, 應該是, Newman, 應該吧? 嗯, Newman, 然後, 然後, 還有一個是混合的, 就是, 有些地方用檔數的, 有些地方是, 是, 給定值, 那個叫Robin, 有Jackson的寫, 就是一個, 三種不同的, Botherly Condition。 啊, 這只是名詞而已, 因為, 我根本記不起來, 大概是怎麼發現的。 所以, 我可能有可能就記錯了。 反正就是三個人, 確定出來, 這三種不同的, Botherly Condition。 好, 透過懶到神差一題, 簡單就可以解除了。 可是, 他沒有解說, 他受到多少利用。 然後, partial, 有,有,有, 他給一個壓強, 就是pressure的公司, 那個, P等於P0加什麼東西。 那, 他沒有講那個Stocks Parade, 我也不確定Stocks Parade, 是在哪一節講到呢? 我剛才有興趣的, 就是用那個負面函數的方法去解。 可是, 但是在後面, 後面有一題, 他是用負面函數去解。 就是那個流速定理, 就是那個, 垂直的那個, 垂直的那個, 夾角的那個流線。 一樣是potential flow。 那, 不用, 不用, 你用流速定理就夠了。 但是,你還是要把那個, 我會想用那個負面函數, 可是, 也不是用來算幾分的嗎? 對, 可是, 他前面有, 有教你怎麼用流速定理去解, 二維的, 二維的potential flow。 你就是把它弄那個, 負數。 你現在找出一個負數, U加U, 然後, 你把那個phi, phi跟u跟v有關。 那你現在, 如果是解析的話, 那你ux要等於vy嗎? 然後, 你這個ux, 就為了讓, 這個式子有所意義, 那就對好了, ux就等於某個東西, y, phi y對x的調數。 所以說, 這個地方就是phi y, 這個地方就是phi x, 然後, 你就這樣假設, 然後想辦法, 然後, 如果你那個, 做出來的那個, 你不是處處都是analytic, 你是有pore的地方的話, 那你到時候, 你那個velocity的落數, 就是, 的那個, 黃量積分, 會, 會, 會證明你的流速, 那, 應該有用, 可是, 雖然我沒有解過, 可是這個, 就很有趣, 好, 就這樣, 下禮拜, 你就再擬一下, 那我講什麼?